哈囉 大家好 我是你的買車小幫手 珮珮 小改款Centra來囉 加了很多好料 把過去美中不足的地方補齊了 它會是現在最強的國產房車嗎 小改款Centra它的編程一樣是三個等級 取消了原本的旗艦版 然後增加了頂規的尊爵Boss版 就是我現在旁邊要介紹的這台車型 外觀採用年輕化的運動風格 而車頭主要的變化是換上了全新的水箱罩 中間採用橫向的鍍鉻釋條 而兩邊代表VMotion的鍍鉻鍵移到了燈具的下方 整個視角感看起來更加的低扁 不過頭燈造型沒變 全車型標配了LED頭燈 中階版本以上更多了遠近光燈自動切換 再來是新款的17吋雙色切梢旅圈 樣式比之前更加的精緻 搭配的是以寧靜跟舒適取向的普利時通 T1005A的轎車胎 尺碼是215 50 R17 車尾重點 中階版本以上換上了新款的LED尾燈 原廠叫它雙迴力鏢的造型 亮起來質感確實還不錯 車色部分也一定要提一下 它提供了四款比較沉穩的單色 除了入門版以外 中階版本以上可以加價1.5萬 選擇四種2-tone的雙色塗裝 那這也是同級當中 Centra比較獨有的個性化設計 坐停車內這個顏色很跳的橘黑雙色內裝 只要加價1萬塊 其實我覺得不貴耶 是我的話一定會加選 因為我覺得它的座倉原本就很有設計感 再加上雙色內裝就更有層次了 它的用料跟架構跟之前一樣沒變 材質很豐富 用上大面積的軟質塑料再加上車縫線 這部分我覺得跟同級對手來比就更有高級感 配備部分 這個握感跟觸感很好的平底真皮方向盤 一樣是頂規專屬 它並沒有下方到其他的版本 是我覺得少數比較可惜的地方 不過畫面上那個7吋螢幕的雙環式儀表 以前是頂規才有 現在是全車系標配啦 而且連結Apple CarPlay跟Android Auto的時候 它可以顯示手機的導航資訊囉 像iPhone就要用Apple地圖 Google Maps就只能用Android手機了 再來中階版本以上升級成這套12.3吋的多媒體系統 反應一樣很流暢 那功能也跟著升級 支援兩根手指觸控切換指令 向上滑的話呢 就可以切換日夜間的顯示模式 再來裡面還有無線Apple CarPlay 還有無線Android Auto 好用的AVM環境影像系統 它的畫質也跟著大幅提升 也新增了虛擬的立體畫面 可以查看環境 讓停車的時候可以更有信心 如果你很在意音響效果的話 就一定要選擇頂規的尊爵Bose版 顧名思義就是有Bose音響 有8G的揚聲器 像路門跟中階車型的話 只有4G跟6G 所以聽起來一定有差 事先看下來 有三個帥氣的原型冷氣出風口 再來還有雙距恆溫空調 兩個Type-C的充電孔 還有一個放手機的空間 如果這邊可以提供無線充電 那我覺得會更好 然後排檔座這邊有一個改款重點 就是新增了電子手插車附 跟AUTOHOLD的功能同樣是尊爵 自駕版以上才有標配 再來入門版本的話 一樣是竹塔式的形式 接下來就是這個鑰匙 跟頂規版本一樣 具備了遙控預先啟動引擎的功能 能用鑰匙在距離車輛60公尺以內 預先發動引擎開啟空調 在夏天就可以用起來了 再來中階版本以上 還新增了同機唯一的 離開自動上鎖靠近自動解鎖 只要帶著鑰匙距離80公分以內 我們離開的時候就會上鎖 靠近的時候就會解鎖 這樣大包小包的時候 就不用再摸門把或是按鑰匙了 這個功能對於我出門 都一大堆東西的人來說 真的超實用 接下來是駕駛輔助的部分 小改款Centra在中階以上 新增了LKA的車道維持 再結合過去本來就有的全輸於ACC 達到了駕駛輔助LV2的等級 不過要注意的是 它的車道維持在時速60公里以上的時候 是偵測車道的標線 時速60公里以下需要偵測到前車才可以作動 實際用起來的話 我覺得它的方向盤修正動作算蠻明顯的 這也是提醒你雙手一定要放在方向盤上 其他的主動安全科技就跟之前一樣豐富 全車器標備 IEB防撞 車道偏離輔助 PFCW超視距車輛追蹤警示系統 它可以幫你追蹤前前車的動態 我覺得這個還蠻厲害的 再來中間版本以上 還多了RCTA後方車側警示 盲點偵測 停車雷達也從後面兩顆升級成全車八顆 至於被動安全部分 全車器都是六具氣囊 最後我要說一個貼心的設計 原想說為了在地化 像門邊的這個空間 就可以用來放純吃茶這類的方形飲料 平常覺得還好 但是實際用到的時候我覺得蠻實用的 座椅部分 全車器都有這張3D舒壓皮 泡棉設定軟硬適中 舒適度的話我覺得沒什麼好挑剔的 然後車身雖然看起來很低扁 但是實際看出去不會覺得很壓迫 沒有犧牲太多的駕駛視野 從畫面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可以說Centra後座 是同級表現最好的中型房車 一面長度夠 大腿支撐性好 椅背角度做起來很放鬆 我們這邊也放上跟Artis直接比較的數據 它的膝部空間也完勝對手 如果說你常在人的話 Centra會更適合你 配備的話 中階椅上有後座空調觸風孔 而前座的中央扶手裡面 也多了兩組USB的充電孔 方便後座乘客幫手機充電 小改款Centra它的行李箱一樣 是優異的560公升 而對手Artis則是470公升 而且開口更大 門檻更低 更容易放東西 再考慮到有離開自動上鎖 靠近自動解鎖的功能 所以說小改款Centra它的行李箱 一樣比Artis更好用 動力部分 一樣是1.6升的自然進氣引擎 最大馬力135匹 扭力是16.2公斤米 因應環保法規的關係 所以動力數據比之前再小了一點 但說實話啦 我覺得開起來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還是線性好上手的設定 CVD變速箱反應及時順暢好開 戴不起來更輕鬆 如果遇到爬坡或是要超車的時候 也可以多利用排檔桿上面的DS檔 油耗部分同樣維持每公升17.7公里 比起1.8汽油的Artis還是好上一截 小改款Centra它的底盤並沒有跟動 不論是轉向還是懸吊 都維持中性舒適的調性 配上也是代步以及經濟取向的動力設定 開帥不開快囉 這樣分析下來 我覺得小改款Centra真的改的有誠意 三種等級我會推薦 直接從中階的尊爵自駕版開始考慮 因為才能夠真的享受到改款後的升級感 再加上大空間跟內外的動感設計 我認為它就是國產房車的最好選擇 看完了之後 如果對於Centra有興趣的朋友 歡迎大家可以上88917車的App或是官網 找到一鍵尋駕的功能 按下去之後 系統就會從上千位的業帶當中 找到三位業帶幫你發架 三大好處就是 你可以不用一間一間的去展間問價格 再來因為透過系統轉接 所以業帶不會知道你的LINE或是手機號碼 既保有隱私或省時間 歡迎大家可以去用看看一鍵尋駕的功能 我是珮珮 你們的買車小幫手 我們下次見 掰掰